同意是萬野手劉福豪 近兩年固定到日本鳥取縣自主訓練 這次臺日職棒對抗賽 也讓他受益良多 期待本週開台的終止熱身賽 自我表現能達到更好成效 還是一樣覺得說 整個日本他們的做任何的事情 包括國家隊的一個舉辦的一個流程 或者是他們培訓的計畫 都是相當有系統性 自己得到是相當大的一個幫助 包括身體上的一個調整 然後還有技術上的一些訓練 都有得到相當大的提升 對 小波去年殷商指導六十一場比賽 卻創下個人單季最佳十五紅紀錄 在獅隊排名第一 今年即將滿三十八歲的破壞王 面對年輕選手跟新洋炮的競爭 依舊鬥志高昂 目標支持單季三十紅 去年雖然殷商出賽了一半的球季 那後面的狀況還調整得不錯 那有記住這樣子的感覺 希望說今年的球季 可以就是只要我的身體狀況 沒有問題的話 我相信自己都更有 各方面都更有信心 包括心理層面跟技術層面 都更成熟 我希望今年身體健康 那我有自信可以挑戰更好的成績 而跟劉福豪一樣定下開後目標的 還有遊擊手陳庸基 去年初賽一百零七場 敲出十四支全雷達 炒塔率四成八 是市隊正中主要炮火之一 讓岩表現更獲得球團肯定 今年月薪終於突破五十大關 成為隊時第一位 月薪五十萬的野手 陳庸基季後經歷十二強 以及台日對抗賽的磨練 境況調整不錯 星球季與劉富豪 以及其他強打者們之間的較量 值得球迷們期待 我來提供新聞綜合報導 之後 再次洗脯